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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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還對外宣稱說我們要探望國道 我們現在要探望國道 我們在探望路邊是不是 結果國道遠景還這樣子拍成這樣子 是他們探望的國道不是我們 我看到上面那些人我真的很想哭 阿君加油 為了我們自己的權力我們還是要站出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下個月要登了 我還是要站出來 大家一定要繼續持續下去 加油 阿君加油 我跟你們說 等一下如果你們敢到我們哪個會員 那你們就探望好了 阿君加油 阿君加油 你們知道嗎 我們的總幹事來了 他真的豁出去了 為了 真的為了他 他真的為了自救會 為了所有的收費員 他拼了命 真的會出去了 我相信所有的很多會員都真的很感動 所以我再講下去我會哭 我跟你們講喔 國道遠景以前也都是我們隔壁的同事嘛對不對 如果你們今天都拍得動的話 你們就拍看看啦 今天 因為我死如果不出來的話我們就不走啦 要不然你們就探我啦 我是西市收費站 我在西市待了12年 今天 交通部你們這些官員認識了多少個收費員 你有種出來指的我們不是收費員嗎 為什麼要這樣抹黑我們 烏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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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南官員 烏南官員 絕食醫療窍的代表 那 剛才指教會這邊已經提到了 我們的這個絕食者他們 一直有這個低血糖的狀況喔 其實他們從 三三四天前開始 他的血糖就已經低到危險的邊緣了 他們是用意志力 這樣一直撐過來的 那現在的這些絕食者 他們除了有低血糖的問題外 他們還有這個輕微脫水的狀況 包括他們的血壓比較低 心跳都比較快 那如果待會 如果我們的警方真的用粗暴的執法方式去 執行這個區域的動作的話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這些絕食者 可能會有暫時遜的暈厥 甚至喪失知覺 那如果真的從這個大約四公 四五公尺高的地方掉下來 那個後果真不堪設想 因為如果我們人是昏倒的狀況掉下來的話 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去做 就是我們所謂的這種瘦身的動作 就是翻滾 避免傷害 如果這樣直接掉下來 很有可能會造成頭部或頸椎的受傷 那這個傷害是一輩子的 所以我呼籲警方 這種傷害真的是你們沒有辦法負責 讓他們有尊嚴的下 讓他們有尊嚴的下來 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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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敗死!戰爭敗死! 阿倫姊問一下 因為你這樣就絕對是兩個小時 然後夜匡史就沒有出面 然後就是心情怎麼樣 夜匡史他一直沒有出來面對我們 我們真的覺得很痛心 勞動部都可以出來承認錯誤 然後解決滑龍的問題 肯定戰 肯定抗爭 為什麼夜匡史你還歸收在交通部裡面 一直忙著選舉 不顧我們這些老員工的死活 我真的對你感到很失望 非常的失望 你現在身體有沒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 因為在上面風很大 真的很冷 然後就是有點失溫 然後頭很暈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身體的痛苦 遠比不上心理的痛苦 我就是希望夜匡史你能出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我們要出顯出來 整條國道送遠通 所以今天支援會爬上樓 然後那個DTAG的門架 就是要突顯和抗議政府 把整條國道賣給這件事 對 這抗爭的行動我們還在規劃當中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放棄所有公部門約聘僱的權利 然後我們也非常譴責交通部不願意面對西北市政府提出的仲裁 自己逃避法規 自己逃避責任的這個現象 今天我們在DTAG的商業的時候 想非常非常多的拿出版信 要看這案長話 這所有說法也都知道 是最重要的 我們在DTAG的中間 要做入職 中間的音樂 是最重要的 我們在DTAG的中間